明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也是继汉唐之后 又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 论经济和宋朝相比不落下风 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论军事不和亲不纳共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到底明朝有多强大 看看下面四个世界第一 你就知道了 明朝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 致以其中最为出名的来说 第一 铁的产量世界第一 铁 是人类的重要工具 是衡量文明的标准之一 明朝铁的产量 是宋朝的两倍 达到九千多万吨 这已经超过了国外的总产量了 还加上冶金工业极其发达 在康前盛世时期 人口数量是明朝的几倍 但是在铁的总产量 远远没有达到明朝的水准 清朝的盛世远远不及明朝 第二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 白银一直是财富的象征 在明朝时期 国外人为了采购明朝的瓷器 丝绸 茶叶 大量的白银涌向明朝 明朝也以白银为流通货币 改变了传统中国 以金属铜为流通货币的局面 据统计 明朝占据了当时 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储备 明朝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第三 军事综合力量世界第一 在军事上 肯定有人想到明末的衰败 被八旗打得落花流水 这也不能说明明朝军事力量弱 只是 明末的社会组织能力太弱 再加上两件作战 再强的军队也难以为继 说到底 明朝是亡于内乱 从整个明朝来说 明朝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在武器来说 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 军中都装备了大炮 鸟枪 手雷等武器 使战斗力大为提升 在数量上 明朝有二百多万的士兵 驻扎在全国各地 根据传教士的笔记 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 依然很多 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 也不够当时的明朝多 第四 海军实力世界第一 从郑和下西洋来说 郑和带领大郎海军西行印度洋 明朝最大的宝船 长150米 宽30多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 除了宝船外 郑和的船队 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 大七八十米的大船 还打败了强大的荷兰 将荷兰人赶出台湾 可见明朝海军的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